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今天我们又要讲到能量 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 尽管能量 Energy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词汇 但其实有关于能量 或者说能够让事物有活力 这样一个思想的起源 早在公元前的四世纪 在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 亚历斯多德的作品里面 就已经出现了 随着后来伽利略 莱布尼茨 托马斯扬 牛顿 爱因斯坦 等等伟大的科学家们 天砖加瓦 能量终于演变成今天涵盖了 围观世界和宏观世界 从地球到宇宙 从可见到不可见的 非常清晰的一个物理概念 和科学名词 那么关于能量 我们需要知道 还有学习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能量都有哪些形式呢 比如让我们运动起来的能量 和把火箭送上太空的能量 是同样的能量吗 让太阳不断发出光和热的能量 和让那颗苹果 砸到牛顿头上的能量 是同样一个能量吗 接着我们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能量守恒 以及如何守恒 最后我们才能够学会应用 能量以及能量守恒的知识 来更好地理解我们周围身边的这个世界 以及做出更好的设计与创造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能量的形式 常见的有动能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物体运动起来之后 所具有的能量 势能是指物体由于位置 或者位形所具有的能量 比如那颗砸中了牛顿脑袋 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 所拥有的能量 如果苹果原本就在地上 它当然就不会具备这样的势能 当然也就不会砸中牛顿的脑袋了 另外弹簧橡皮筋 它们由于位形的改变 比如说拉长或者压缩呢 也可以拥有势能 另外还有一些能量 包括形成了行星恒星 还有星系的引力势能 化学能 热能 电能 辐射能 核能 等等等等 尽管有些我们似乎并不熟悉 但其实它们每一个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能量的形式是可以转换的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座化学工厂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就是在给这座化学工厂补充原材料 有了原材料 我们的身体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化学生产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每天生龙活虎的运动起来 这其中化学能转化为动能是至关重要的 汽车之所以能够开起来是因为化学能转化为热能 再由热能转化为了动能 那我们的电灯之所以能够亮起来 是因为水它的湿能转化为了动能 动能再转化为了电能 电能最后再转化为了辐射能或者说光能 你一定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能量守恒吧 他说的就是能量在所有的这些转化当中 它都是不变的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输入多少输出就有多少 这就像你不能只吃一小口饭 然后就像一整天都保持精力充沛一样 你吸收了多少能量 你就会有多少能量能够转化出去 知道能量守恒以及运用能量守恒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设备 让我们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用上最合适的能源